准备200克纯牛奶 再准备一个蛋清 10克白糖 水开放入纯牛奶蒸5分钟 蒸好的牛奶取出来静置放凉 把白糖倒进蛋清里 把它搅拌一下 牛奶已经凉确了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结了一层厚厚的奶皮 用牙签沿着边缘把它轻轻调破 再把牛奶倒进蛋清里 注意不要大碗留一点在碗底 蛋清和牛奶再次把它搅拌均匀 我们沿着碗边再次把牛奶倒进去 这时候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奶皮一眼浮在上面 热水上锅 可以封上保鲜膜 或者盖个盘子 防止水蒸气滴落 再自蒸15-20分钟 蒸好的双瓶奶 放上一点蜜豆 上层奶皮干香醇厚 下层细腻嫩滑 口感好极了 喜欢的朋友快试试吧 下层奶皮